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来讲课咱们讲过了函数的 自定义函数如何声明 对吧 在自定义函数声明中 咱们最需要注重几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就是函数的名称 对吧 函数的名称 咱们说了 除了跟变量的命名规则相似之外 对吧 最主要的声明函数的时候 不要跟 对 不要跟自己定义的聪明 也不要跟系统的聪明 对吧 第二 咱需要关注的 什么 函数的参数 那 行参和试参的个数 一定要对应 类型也要对应 那第三个 咱需要关注的 就是什么 返回值 对吧 返回值 那是什么 还是处理完的一个结果 咱们去应用 对吧 那么一个问题 如果我一个函数里边我想返回多个值 怎么办呢 返回多个值 return多个变量 return多个变量 那上几课说过一个重点 什么呢 return return 后面不执行 对 后面不执行 那我连续写多个return的话 是不是只有一个return能执行到 所以这个方法不可取 对吧 也需要注意些 那他说 我把多个变连接一个重串 然后一起返回 可不可以啊 然后再对重串进行分割 这样是可以的 对吧 后边咱们学一些阶层 也会这么处理的 最主要的 如果反对多值的话 再偏偏处理的话 后边咱们学数数的概念 会把什么 会把多个值放到一个数数里边 变成一个变量 然后return只能反回一个变量 那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事 对吧 所以一个函数 记着 咱们再重误一下 有几功能 第一个函数的功能 对吧 第二个就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反回值 对吧 这些你一定要重视一下 那这些看一下变量的范围 什么叫变量的范围呢 来我们来研究一下 比如说我随便写个函数 faction 我觉得demo可以吧 系统里边没有这个函数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这里边 先看一下这孩子好不好 是输出一个 对不对 这个孩子的功能就是说实话的 比如说高老师很帅 是不是 这个孩子是不是就说实话的 然后我可以每个人想说实话 假如都掉这个demo demo 再尝试 就会说多次 对不对 我让他看一下 刚才那就是test 高老师很帅 对不对 这个函数 是不会骗人的 那现在 假如说我这里边 上面一个 高老师的年龄 对吧 比如说 dolo h 等于30 比较青春的年龄 30对不对 那下边我想用到这个30 在这个里边写的 我在这块能不能用上呢 输出到的h可不可以呢 我现在就想直接在这有函数里边的上面的变量 我在这块去 他说函数是一个完成 以什么 指定功能 那我先不看这个函数 那他先讨论这个问题 什么呢 一符一阵 对吧 我这块 dolo h 等于30 我在这块 能不能输出30 可以吗 这个肯定我要它执行了 对不对 然后下边执行 这个是肯定没问题的 是不是 那同样道理 你看 我把下面打开 这一带们打开 对不对 上面再把我拖出去 对吧 我在这里边输出age 你看 上边这个大块里边有age 这个是不可以了 这可以吗 不可以 是不是出错了 那有的时候出错原因是这个 说高老师你没有调用这个函数 上面的出衣服也就是执行了 对 那我调一下 dm 看我调了一下对不对 然后我再执行一下 能不能出来 现在奇迹呢 高老师很帅出来了 这不是奇迹 这大家都知道的 对不对 大众的 那是不是30也没出来 告诉我 还是没有那变量 那同样是结构体 为什么一幅一阵可以函数的 就不可以呢 不一样了 因为上面这个区域 生命的变量 在一个区域里边 函数咱们先顾数 眼睛外边的 先眼睛函数的东西 对不对 函数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是掉它才执行 那刚才说了 我掉了它也执行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没有呢 函数结束之后就释放 对 函数内部生命的变量 只有在掉的时候 里边才开始执行 如果没有掉的代码 里边是根本没有执行的 当这函数被掉完 执行结束之后 函数里边生命的所有的变量 都跟着被释放了 对 如果不释放的话 会有什么情况 如果这里边我写个 比如说 $H++ 那我掉一百次的话 是不是这个会联系加一百次 对吧 它这里边就是一个独立的区域 每次掉都是独立的声明 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独立的代码 对 执行完这个变量就释放了 所以呢 我连续在这调用 多次的话 那这个A字被声明了多次 同时也被释放了多次 列证你了 所以呢 函数内部声明的变量 只能在函数内部是 调用 函数内部 声明的变量 只能在函数内部 调用 这就叫做一个名词 函数内部 是不是只是一个局部啊 对 就是叫做局部变量 别试图想着函数内部的变量 想在外边用 就这么 那我们能不能有办法在外边用啊 可以有几招 什么呢 比如说 函数内部在外边用 咱们后边会将引用参数 的时候 可以做到函数内部值变了 将外边值改变了 那我还可以用返回值的方式 知道吧 我retend 30 retend H 对不对 对 外边调的是 是不是能接受函数内部的值传出来 如果函数的值不用到 咱们后边要讲的引用 不用到尾探把值传出来 那在海上结束的时候就没了 而传出来 只要是不是这块 调的时候就能接受到啊 对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值 就是这点吧 所以这一句话要记住 函数内部圣明边 只有在海上内部掉入 只有在海上内部 为什么只有在海上内部 就是每调一次 都是独立的值得过程 调的时候 生命 结束的时候 就是这个特点 所以呢 这就叫做局部变量 对吧 那咱们再回想一下 在咱们写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有参数啊 对不对 比如说传一个 性别 对不对 在这里边 高老师很帅 是 什么性别呢 我这会加上sex 很确定啊 你看一下啊 那 对 没穿值是没值 那我掉了一下 存一个 难 大家得是自乎串 对不对 看一下 对于这个函数的话 是不是这是一个参数 参数是不是一个变量 前面咱说过 这个变量在函数内部掉 肯定是可以的 前面咱写的函数 是不是这里是什么变量 函数内部都可以用 对吧 那 现在咱需要讨论的 是一个问题 在参数中声级的变量 我可不可以在外面用到呢 对 我这样可会用呢 不知道 不能 对 看到了吗 为什么 记住了 函数的 参数 就是一个 局部变量 对不对 那我都说了 性别这个局部变量 和H这个变量 都是局部变量 它两个区别在哪啊 就是区别声明的位置不一样 对不对 声明成 什么 行参的 可以在 调用时 给 什么 给值 对不对 也叫做传值 对吧 而函数内部的变量是 接受不到外边传的值 区别就在这 所以呢 你想要函数内部的局部变量 让外边给值 就在括号里声明 这就形成了参数 如果不想外边复值 里边还想用到这个变量 怎么的 那里边还想用到变量 你就在里边 直接声明 比如说这个年龄 我不想用外边传值 是不是直接在这写进了 性别想传值 就可以了 其实这俩最好反过来写 因为性别是不能改的 所以应该是固定值 对不对 不能说用岁数 随便改 高老师很帅 是女的 是男的 对不对 大家做那里的时候 可以晃了 也可以默认 高老师很帅 100遍 对吧 每天100遍 来 这就是我们说的函数 这就是给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函数 内部的变量的问题 就在局部变量 如果外边想用内部的变量 咱们可以把变量值传出去 调用的时候是不用的 也可以用到后边 咱们引用参数 以及咱们 有一个叫做臂包的概念 是后边咱们有讲的 PSP新边是新加的 但是在外边也用不了 但是能让它不释放 臂包这个作用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就先介绍到这 这节课就是 主要介绍了PSP的变量的范围 记住 在其他结构里的结构体体范围 如果不在函数内部的 都可以直接使用 对不对 咱们用过了一句一句 如果在函数里边写的 只要在函数里边声明的 那都是什么 局部变量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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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